专家在古墓中找到青铜底,已经有不明液体,原来是千年前的狗肉汤。 对于一些爱狗人士而言,吃狗肉是不能接受的,不过还有些素食主义者,一点婚姓都不占,或许我们普通人无法理解,但这是每个人不同的信仰而言,无可厚非, 尽管每年的狗肉节都会涌现出许多爱狗人士,但这类有爱心的人毕竟是少数,大多数人是在吃狗肉,而不是在保护狗,其实不仅仅现代流行吃狗肉,古代的时候,狗也经常被人吃。 狗最开始是人类的朋友,是被驯化的动物,在新石器时代,狗牛是人们打猎的助手,如今在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上,还有狗骨头被发现,但这些狗骨头很多是被敲碎的,可见当时的人,已经在吃狗了。 最早有文字关于吃狗肉的记载,是在商周时期,当时狗肉帝王才能享受的食物,平民百姓如果私自吃狗,就是对天子不敬,是要被杀头的。 直到春秋时期,之前的礼把被废除,平民终于也可以吃狗了。 古代有名的刺客高介里,聂正等,曾经都是杀猪土狗,被职业,可见当时杀狗,以及被职业化,可知民间吃狗肉也比较普遍了。 到了隋唐时期,北方由牧民族进入中原,把北方的羊肉带入中原,大家都知道,羊肉比狗肉好吃,所以渐渐的中原贵族们,不再吃狗,而且是吃羊肉了。 后来吃狗肉也变成低贱行为,是等级较低的人才吃的。 如果用我们现代人的烹饪手法,做出来的狗肉自然比古人做得好吃,无论是用来蒸、炸、煎、炒、炖,古人都远不如,不过如今我们吃不到古代烹饰的狗肉了。 不过凡事还真有例外,曾经有考古专家,就挖出一碗两千多年的狗肉汤。 2010年11月,在咸阳机场附近,豪谷专家在对一座战国时期的墓穴进行保护性挖掘,设作古墓规模不大,但自乎没被盗墓贼光顾,但其中并没有多少陪葬品。 只有一个青铜顶,一个青铜钟,最终考古专家把这两件青铜器带走。 在搬运过程中,工作人员听到青铜顶内有液体摇晃的声音,不过大家都以为这是雨水,可等回到研究生,众人打开青铜器,所有人都惊呆了。 原来青铜器内不是雨水,而是浑浊的液体,一开始人们猜测是酒,它没有酒香。 毕竟距离如今两千多年,或许酒已经变水了,可很快研究员从里面捞出骨头,经过专家检测,捞出来的骨头屎狗,大家还把这些零碎的骨头拼接起来,变成一个小狗的骨架。 也就是说,专家们考古过程中,挖出了一碗两千多年前的狗肉汤,不知这碗汤味道如何,有谁想喝吗?